鬼豹老祖亲自下海 既然他能生出一个鬼豹烧僵 那么再交出一个鬼根也是毫无难度 经过一轮腿法和摔跤的训练 葛城无门开始了报数练习 虽然现在还达不到师父的高度 但这对他来说只是时间问题 败入鬼豹老祖的师门后 无门花了两年时间练习基本功 在他11岁的冬天 师父给无门找来了一位特别的助教 他就是鸡村陆丰先生 40岁的年纪眼神依旧无比清澈 拥抱赤子之心所以才能变得更强 鸡村的梦想就是征服世界 把世界上那些看起来很强的家伙统统干掉 而他也有一手普通人学不会的特技 比如说把蛋蛋立起来 一分钟能准确无误地立起来60个 而且是尖的那头朝下 更厉害的是他还能把针头立起来 那可是以微米为单位的坚决 鸡村拥有绝对意义上的平衡感 他能掌握物质中存在的重心和中线 如果把这一特性发挥到极致 那就能创造出神奇的瘦身和销利 松本拿起棒球棍向无门掩饰 这一棍子直挺挺地打向鸡村的脑门 但奇怪的是 鸡村硬扛一击之后竟然毫发无伤 师傅绝对没有临时收力 所以奥妙就出在对方身上 在棒球棍即将落下来的一瞬间 鸡村点起脚跟把人提了起来 然后迎着棍子的力量顺势收缩全身 头顶的压迫在缓冲中一一抵消 所以鸡村才能如此从容自信 松本顺势将手中的棒球棍抛给鸡村 他还有一个更棒的绝活要表演 如果只靠双手掌握平衡那就太弱了 鸡村还能用脚把棒球棍立起来 经过一番随意踢打 棒球棍依旧是稳稳地立在地上 然后鸡村先生纵身一跃跳到棍子上 单只脚筋肌独立显得非常悠闲 另一边的师傅直接给无门下命令 半年时间把这一套平衡术全部学会 鸡村先生的存在就是为了向你证明 既然他都能做到 那么你也可以学会 现在鸡村表演完了就轮到松本了 师傅将要展示的则是压缩棒球棍的技法 正常的压缩工艺往往需要金属模具和器具加热 但松本只需徒手按压就能做到 不多是一根短粗的棒球棍出现了 尺寸比起正常形态缩小了一大截 然后师傅用力一拟 这根压缩棒球棍直接断成两截 鸡村提议让松本二度出山一起征服世界 松本表示还是算了吧 你这么厚颜无耻的人 万一偷学我的技术我找谁说理去 鸡村信心一笑不再解释 现在吴门还没有听懂师傅的意思 但很快他就会知道什么是厚颜无耻了 第二天吴门主动找到鸡村先生 此次前来是为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吴门想要超越鬼报老祖 所以他想请鸡村教会他打败师傅的招式 鸡村表示绝对不可能 吴门都拜松本为师了却还向别人求教 说起来这种行为都算得上出轨 但鸡村又非常理解吴门请教的心理 因为松本的招式都是基于强大的肉体才能用出来 吴门想要另提西径也很正常 但他为什么会认为 自己的招式吴门就一定能学会呢 既然吴门觉得自己是天才 就不要说求教别人的招式 不如直接偷别人的技术好啊 鸡村的一番解释让吴门眼前一亮 这么想好像也没有问题 他感觉自己的心结被彻底打开了 下一秒吴门直接偷袭鸡村先生 他要通过对方的反应偷学技术 怎料吴门在鸡村手上根本撑不过一个回合 鸡村把板凳一踢 反手将吴门按在身下 就算身体已经完全倾倒 吴门也完全逃不出鸡村的手掌心 这位大师的平衡感真是没话说 吴门站好身为再次打出一技之拳 下一秒鸡村闪身来到吴门背后 手机瞬间发动打向吴门的后脑勺 但让鸡村感到意外的是 吴门似乎在用瘦身抵消攻击 仅仅是之前的一次表演 吴门就能抓住萧丽的药领加以运用 这个小屁孩的天赋果然很高 随后鸡村合并双手按住吴门的脑袋 当我记出这招时 你还能用萧丽化解吗 答案是完全不可能 两道闪光迸发之后 吴门白眼一番当场不省人事 等他再度醒来已经过去了一个小时 葛城吴门突然惊醒坐了起来 鸡村先生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这招叫做无寸为神 也就是寸拳的进化招式 鸡村巧妙地用一锅水和豆腐进行解释 人的大脑就像锅里的豆腐 如何隔着铁锅把豆腐震碎 只需要左右手同时发力打出去 发力时间不需要完全相同 相互之间得留一点时间差 左右手打出的波动来回对撞 这样中间的豆腐就会被震得腐碎 这种招式看起来谁都能学会 但若是用在实战中 则需要时机角度和力量的精准控制 一般人被震了一下立马就会晕过去 如果吴门能够学会这招 打败鬼暴老祖指日可待 鸡村表面上东拉西扯不着调 但实际上还是把招式交给了吴门 说起来这招还是他从别人那里偷学的 无寸雷神是虚久根流的技术之一 鸡村在和鸡川的对战中意外挨了这一下 然后通过自己的领悟将其掌握 所以学会了的招式就是自己的东西 遇到的对手也可以是自己的老师 千万不要认为这是厚颜无耻的行为 在鸡村看来 无寸雷神的技术还没有被完全开发出来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葛城无门会把这招发扬光大